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美国故事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总统的滑稽舞会 杰弗逊的五步挑战 二总统的奇幻森林探险 华盛顿的树林奇遇 三总统的神秘海盗冒险 杰弗逊的航海之旅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总统的滑稽舞会 杰弗逊的五步挑战 当我们谈到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时 汤马斯·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无疑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是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第三任美国总统 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 然而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 不是他的政治成就 而是他在社交场合中的 一个有趣故事 杰弗逊的五步挑战 杰弗逊在他的时代 被认为是一位相当优雅的舞者 这在当时的社交圈中 可是个重要的技能 因为舞会是上流社会交流的 重要场合 据说 杰弗逊在一次华盛顿的舞会上 遇到了一个相当滑稽的挑战 故事是这样的 在一个盛大的舞会上 杰弗逊正准备与一位贵妇共舞 这位贵妇是当时社交圈中的名媛 对舞蹈有着极高的要求 当音乐响起 杰弗逊和这位贵妇 开始了他们的舞步 然而 这位贵妇突然决定 要测试杰弗逊的舞技 于是 他开始变换舞步 从华尔兹到小步舞 再到当时流行的法国康康舞 杰弗逊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倒 他以一种优雅而又幽默的方式 完美地跟随着贵妇的每一个舞步变化 当贵妇试图用一个极其复杂的旋转动作来考验他时 杰弗逊不仅轻松应对 还在旋转结束时 优雅地向贵妇行了一个绅士力 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这个故事 不仅展示了杰弗逊的舞蹈才能 更显示了 他在面对挑战时的冷静和幽默感 这种特质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多次展现 无论是面对国内的政治对手 还是处理国际事务 他总能以一种优雅而又坚定的方式应对 所以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 不妨也看看这些有趣的小故事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全面 更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 杰弗逊的舞步挑战 不仅是他个人魅力的体现 也让我们明白 即使在最严肃的政治生涯中 幽默和优雅也是不可或缺的品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奇幻森林探险 华盛顿的树林奇遇 当我们谈到美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时 乔治 华盛顿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和首任总统 华盛顿的形象总是庄严而未言 然而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不那么严肃的故事 华盛顿的奇幻森林探险 这个故事发生在华盛顿 还是年轻军官的时候 据说 有一次他在弗吉尼亚州的树林中迷了路 当时的弗吉尼亚州 可不像今天这么现代化 那里的树林茂密 野生动物众多 对于一个年轻的军官来说 这可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 华盛顿在树林中迷路后 试图找到回营地的路 但无论他怎么走 似乎都在原地打转 这时 他遇到了一只非常友好的浣熊 这只浣熊 似乎对华盛顿的困境非常感兴趣 开始在前面引路 华盛顿虽然有些怀疑 但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好跟着浣熊走 这只浣熊带着华盛顿 穿过了茂密的树林 避开了几只潜伏的野狼 甚至还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 让华盛顿喝了口水 最终 浣熊把华盛顿带到了树林的边缘 华盛顿终于看到了熟悉的地标 知道自己快要回到营地了 华盛顿对这只浣熊 充满了感激之情 甚至还给他取了个名字 小英雄 据说 这次奇幻的森林探险 让华盛顿更加坚信 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 只要保持冷静和信心 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当然 这个故事可能只是个传说 但它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启示 首先 即使是伟大的人物 也会有迷路和困惑的时候 其次 有时候 帮助我们的可能不是人类 而是那些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小动物 最后 保持冷静和信心 总能让我们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所以 下次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 不妨想想 华盛顿和他的小英雄浣熊 也许你会发现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你身边 只是你还没有注意到而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神秘海盗冒险 杰弗逊的航海之旅 当我们谈到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时 汤马斯 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这个名字 总是会浮现在脑海中 这位第三任美国总统 不仅是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和探险家 然而 您可能不知道的是 杰弗逊还有一段 与海盗相关的冒险故事 这段故事充满了惊险和戏剧性 堪比好莱坞大片 故事要从18世纪末说起 那时候地中海的巴巴里海盗 Barbary Pirates 恒星无际 专门截略过往的商船 并要求高额赎金 这些海盗来自北非的巴巴里诸国 包括阿尔及利亚 图尼斯和德黎波里 金利比亚 当时的美国 还是一个新兴国家 没有强大的海军 来保护自己的商船 因此不得不向这些海盗支付赎金 以保证航行安全 杰弗逊在成为总统之前 曾经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 在巴黎期间 他对巴巴黎海盗的行径 感到极为愤怒 认为这种行为 是对国际法和人类尊严的严重挑战 于是 他开始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组建一支国际联盟 共同对抗巴巴黎海盗 然而 这个计划并未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 因为他们更愿意支付赎金 来换取短期的和平 杰弗逊并未因此气馁 当他在1801年成为总统后 立即着手加强美国海军的建设 他深知 只有强大的海军力量 才能真正保护国家的利益 1801年 德黎波里向美国宣战 这成为了杰弗逊展示其决心的机会 他迅速派遣海军前往地中海 这场战争被称为第一次巴巴黎战争 First Barbary War 美国海军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色 成功地击退了海盗 并迫使得利波里签订和平条约 结束了对美国商船的截略 这段历史 不仅展示了杰弗逊的智慧和勇气 也标志着美国海军的崛起 从此 美国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新兴国家 而是一个敢于捍卫自己利益的强大国家 说到这里 我们不禁要感叹 杰弗逊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总统 写出独立宣言这样的伟大文献 还能在海盗横行的地中海上 演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杰弗逊生活在现代 他可能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动作片编剧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所以 下次当您再看 《加勒比海盗》这类电影时 不妨想一想 现实中的杰弗逊 也曾经有过一段 不亚于电影情节的海盗冒险 这样的历史故事 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啊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咱们刚刚聊了几位 美国历史上的大人物 揭开了他们平时不为人知的一面 首先 我们细说了托马斯 杰弗逊在社交舞会上的五步挑战 这位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不仅在政治上才华横溢 还能在舞池中灵活应对各种挑战 成功展示了他的优雅与幽默 接着 我们分享了乔治 华盛顿的一次奇幻森林探险 这位美国首任总统 竟然在年轻时 在弗吉尼亚州的树林中迷了路 最终还是一只聪明的小浣熊 带他找到了回营地的路 这个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 伟人也有迷路的时候 还提醒我们保持冷静和信心的重要性 最后 我们讲述了杰弗逊在地中海 与巴巴黎海盗斗智斗勇的故事 作为总统 他不仅仅是坐在办公室里签署文件的人 还亲自策划并实施了对抗海盗的军事行动 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勇气 总结这些故事 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人物 不仅有着非凡的政治才能 还有着显为人知的趣味和冒险精神 他们的幽默 优雅和坚韧 让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各位观众 听完这些故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有类似的有趣经历 或历史故事想要分享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提问 让我们一起探讨历史的趣味与智慧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